弟兄姐妹 早安 每一个今天是第一次来的新朋友 早安 我们每一个主日 我们早晨起来 来到这个教会所在地 我们干什么 我们就是来敬拜主 我们敬拜主 不是因为我们仅仅有生命气息 而是因为我们有重生而来的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新的生命 属于主来敬拜主 在上一个主日 我们分享题目就是说 新生命 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新的生命 这个新的生命要如何生活呢 要如何活出来呢 经文告诉我们说 存怜悯 恩慈 谦虚 温柔 忍耐的心 要彼此包容 彼此饶恕 要存着爱心 要把这一切活出来 在哪地方活出来 生活的场所有哪一些 有哪一些 家庭 工作场所 教会聚会的时候 请问 哪一个场所反映最真实的情况 家庭 哪一个场所最挑战 家庭 因为聚会的时候 真的我们可以装一下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 在工作场所 你有的时候为了钱 你就不得不忍 在家里就是最真实的表现 所以今天的经文 保罗借着家庭的生活处境 教导 教导 教导基督徒要如何活出真实的信仰 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家庭是社会的基础 也是生命力影响最大的场所 所以借着教导基督徒如何在家里活出信仰 也提供了在其他的生活场所 如何活出信仰的原则 所以经文是连在一起的 今天的经文是 《哥罗西书》三章十八到四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念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在主里面是相依的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不可苦待他们 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 这是主所喜悦的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想是讨人喜欢的 总要诚实敬畏主 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 必得到基业为赏赐 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 那行不义的 必受不义的报应 主并不偏待人 你们做主人的 要公公平平地待仆人 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 在天上 这段经文的焦点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先了解背景 否则我们就会错误理解这段经文的教导 那这段经文的背景 在2000年前当时哥罗西人所处的社会 与当时同时期其他的社会都是一样 是一个父权社会 父权社会什么意思 父亲是绝对的一家自主 妻子只是丈夫的附属品 父亲对于孩子拥有绝对的权柄 同时在那个时候 主人与仆人的关系 那不是今天雇主与雇员的关系 奴仆就是奴隶 在主人的眼中根本不把奴隶当正常人看的 只是活着就可以不断劳动的一个工具而已 这个是其中的背景 那在这个之前 保罗已经教导了 无论什么人 是男是女是老是幼是奴隶是自由人 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 都是同等的有新的生命 虽然做丈夫做父亲的 在社会架构里是一家之主 但是在新的生命里 基督才是真正的主 虽然在当时的社会关系中 主人与仆人是完全不对等的关系 但如今在新的生命里 基督才是主 这个是焦点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 基督是主 每个基督徒 我们在现实的处境当中 地位可能不同 当下被赋予的角色 角色是不同的 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各自都要成为 基督爱的见证 基督救恩所带来的 生命本质的改变 远远超过 每个人当下所处的境遇的不同 这个生命的改变 也远远超过 因着你处境不同 所面对的艰难 所以我们把经文分成两部分 第一个部分 把所有的吩咐放在一起 解释这些吩咐 告诉我们应用原则 第二个部分 是把焦点放在 为什么 赐下这些吩咐 明白了为什么 我们就甘心去做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是为主而做 不是毫无方向 是目标明确 那我们 把所有主的吩咐 圣经的吩咐 都是从主来的 来列在一起 在这地方 分了好几组 你们做妻子的 做丈夫的 夫妻的关系 你们做儿女的 做父亲的 父子的关系 你们做仆人的 你们做主人的 主要的社会关系 都在里面 有吩咐 这个吩咐 我们可以总结成 要顺服 要相爱 要体恤 要诚实 要公平 这是对其中 一个人讲的吗 一个角色讲的吗 是不是 不是 所以我们顺服相爱 体恤诚实公平 是每个人都要去做的 都要活出来的 只是每个人的角色不同 所以经文 特别就那个角色 做出某个方面的提醒 这一切是我们 所有的人 都要做的 是都需要的 角色不同 提醒的重点不同 第一个方面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 你看第一个吩咐 不是给当时的一家之主 不是让一家之主 去吩咐其他的人 意思是什么 这个表明在基督里面 不但人与人是平等的 妻子和其他人是平等的 不是从属的地位 但要从新的角度 来看待自己在生活中的角色 一个基督徒姐妹 在基督里拥有于 所有的人 平等的地位 包括丈夫 但妻子在家庭中 她有她的角色 有她的责任 所以经文提醒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所以这个时候 做妻子的 作为一个基督徒 当顺服丈夫的时候 你就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什么 不是因为当时社会架构决定 妻子是从属于丈夫 你不得不顺从 而是因为你甘心顺服 为什么是甘心顺服呢 因为借着甘心顺服 彰显基督的爱呀 借着甘心顺服 彰显基督温柔忍耐 包容饶恕的爱 在自己的心中 同时借着甘心顺服 要表明一件事情 因为丈夫被这个社会架构 赋予了权品 基督徒被教导 要顺服地上一切的权品 不是那个权品本身好与坏 因为在这个顺服过程当中 我们是顺服主 那其他的经文 也告诉我们 妻子顺服丈夫这个举动 是要反映神在创造的过程当中 男女先后的持续 同时要彰显神在救赎过程当中 教会与基督的关系 所以妻子顺服丈夫 是甘心的 因为你明白了 在主里面是相宜的意思是说 你是属于主的人 所以要用合适的态度 来顺服 顺服本身是效法 耶稣基督的谦卑 不是你没有权利 而是你有权利 效法基督的谦卑什么意思 基督不以与神同等为抢夺的 为了成就神的心意 甘心顺服 所以当妻子顺服丈夫的意思 表明你愿意为了主 放下自己的权利 如今 在过去这一两个世纪里面 经过一两个世纪女权运动 妇女能顶半边天 的想法深入人心 我们坦率说 在许多的教会 在许多的实际情况里面 妻子在家庭里面 好像占主导地位 其实早就不存在 不平等的地位 圣经的教导仍然是 妻子当甘心顺服丈夫 那需要解释一下情况 首先 丈夫信不信主 都要顺服 圣经特别提到 不信主的丈夫 有可能因着妻子的品格 行为感化过来 那个不是你不顺服的借口 第二 丈夫性格比较温顺 比较容易吧 我看那个人在笑姐妹 没错 那性格乖僻的 要不要顺服 没人说话 要不要 要 要就要做到 其实说到底 顺服他人 不管性格温顺 还是乖僻 都不容易 姐妹是不是 是 有一类情况 妻子不用顺服 也不应该顺服 那就是什么呢 当丈夫的要求行为 与主基督的心意相违背 你就不要顺服 例如 丈夫要求妻子 不信主 你要顺服吗 不能啊 例如 当丈夫虐待妻子 妻子不用顺服 否则你是鼓励 虐待呀 因为信主的人 顺服的最终权柄是谁 是主基督 所以不合基督心意的 你当然不能顺服 但你不要把所有的事情 把这当借口 你知道什么是合主心意 什么是不合主心意 除非你自己 连主的心意你都不知道 那你就要好好读经 这是给妻子的 给丈夫的 其实不比妻子容易 给妻子的意思是说 要放下自己的什么 权力 甘心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不可苦待他们 圣经这样吩咐 因为在父权的社会 丈夫有各种权利 但不被要求 有任何的责任 经文在这地方告诉我们 如果你做丈夫的是基督徒 你就被要求有责任 要求在婚姻中活出爱的见证 什么是要爱你们的妻子 经文告诉我们另外一幅所书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所以丈夫被要求的是舍己的爱 舍己的爱和放下权力 两个都不容易 其实都一样 都是舍己 都是放下权力 舍己的爱就是 你不再以自我为中心 你不把妻子围着自己 转看作理所当然了 而是需要从妻子的角度 考量妻子的需要呀 是不是 不可苦待他们 什么叫苦待 尤其你不能苦待妻子 那什么是苦待呢 希伯来书有一节经文 可以提醒我们 什么是苦待妻子 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 恐怕有独更生出来 搅乱他们 独更这地方就是苦待的意思 那也就是说 失去神的恩就会苦待人 不以恩典代妻子 这就叫苦待 不以恩典代妻子 就叫苦待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经文告诉我们 做妻子要放下权力 做丈夫要舍己 然后这就是夫妻的关系 这是家庭关系里面 最为重要的 接着就讲 孩子与父母的关系了 你们做儿女的 要凡事听从父母 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 需要解释一下 这地方的听从 和前面的顺服 是两个词 意思不同的 顺服强调的是 甘心 听从强调的是 遵守 做孩子的 要听从 遵从父母的教导 因为圣经教导 我们要孝敬父母 听从父母 是孝敬父母的表现 听从 那特别也提到 说凡事听从 所有的事 这其实是有一个背景的 凡事听从父母的教导 因为父母 有权利 是要传承这个信仰 是把神的吩咐 教导给子孙的责任 这是他们的权利 所以作为 你是基督徒的儿女 你要遵守父母的教导 当然 这些教导要与圣经 要一致的 不一致的时候 你还能听吗 不能啊 本身我们听从父母 是神所喜悦的 但这个听从 是要与圣经教导一致 因为我们是 陶主喜悦 所以这个 是我们要 看待经文 要正确明白经文的教导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你看吩咐完做儿女的 马上就吩咐做父亲 你要 你有权柄 但是 你对待孩子 要用对的方式 母亲也一样的 只是特别提醒父亲 是因为父亲那个时候 拥有绝对的权柄 不要惹儿女的气 就不要激怒孩子呀 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他们灰心丧志了 失去向前生活的动力了 父亲有教导的权柄 但有责任保护孩子 要用对的方式 否则孩子会忤孽 失去成长的动力 接着又教导 这个当时社会关系里面 祖谱的关系 你们做仆人的 你看经文 都是先讲那个 在社会上认为吃药的 才讲那个所谓主要的 你们做仆人的 要凡事听从 你们肉身的主人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想是讨人喜欢的 总要诚心 纯实尽为主啊 其实 那个时候的社会 家庭里面有仆人的 只要你有钱有地位的 很多都有的 仆人我们再说了 这是奴隶的身份 但是当一个仆人 因着基督的救恩领到 他就拥有了一个新的生命 他就是 自由了 是在罪里面 不再被罪捆绑的自由 是心灵得释放的自由 他也有一个新的身份 是神的子女 是神的儿女 那他要如何看待肉身的主人呢 我是宇宙万物 主的儿女 这边告诉他们 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首先在这个地方 大家不要误解这个经文 这个吩咐不是表明认同奴隶制度 不是 因为当时的社会根本不把奴隶当人看 不认为他们有道德选择的权利 不认为他们有责任被托付的权利 所以当圣经提出来 对仆人有责任的要求 有选择 你要这样做 这就已经把仆人当作与其他人同等看待 你有同样的道德选择责任 他们有责任 与对方主人建立一个合一的关系 在新的生命里面 所以他们本身这时候所做的一切 是侍奉宇宙万物的主基督 一个仆人拥有神儿女的尊贵身份 仍然选择听从肉身的主人 这是极大的美德 你再想一想 这是极大的美德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想是套人喜欢的 因为原先你只是为了地上的主人 你就把事情做在眼前 一个仆人信主以后好好做事情 是因为一切你都行在主基督的面前了 你真正服侍的对象是主基督呀 要诚心诚实敬畏主 你是应着心中敬畏主 诚实做事 人前人后都一样 我们大家有没有发现 对丈夫 对妻子 对儿女 对父亲的吩咐比较短 对仆人的吩咐特别长 这个经文 为什么 因为这里的吩咐 关乎你和我每一个基督徒 如何看待自己和主的关系 如何看待我们在基督里 其实是仆人的身份 所以在这个地方 经文用特别长的经文来讲仆人的身份 接着吩咐完仆人又吩咐主人说 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地待仆人 做主人的 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 你如何做一个主人 要公公平平的 公公平平原来是两个词 公义和公平 人要用公义的方式待人 人其实是不义的 唯有神是公义的 在神的恩典中 人被算为公义 所以以公义待仁 就是要以饶恕的恩典待仁 公平 主人待仆人要公平 你首先要以平等的心态看他 他跟你是平等的 这个公平才有意义 所以这个是公义和公平 因为你们知道在 有一位主在天上呀 你在地上 社会架构给你是主人的地位 但是在基督里面 自己也是仆人 都是在侍奉主基督 基督才是真正的主 他坐在上帝的右边 基督才是拥有一切权柄的主 他也是终极的审判者 所以在这地方告诉我们 顺服相爱体恤 诚实公平 其实是每一个基督徒 都应当行出来的 只是你的角色不同 被提醒的方面不同 因为那个你常常做不到 那接着我们讲 为什么赐下这些吩咐 因为我们在四奉主 经文在二十三二十五节 这么说 我们一起来念 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因你们知道 从主那里 必得着基业为赏赐 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 那行不义的 必受不义的报应 主并不偏待人 经文二十三到二十五节 是借着 仆人服侍主人 这样真实的处境 教导所有的基督徒 教导你和我 无论我们处在这个社会处境当中 是担当什么角色 是从属地位的妻子儿女 仆人 或者是主导地位的 丈夫 父亲 主人 在基督里 我们都有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主人 共同的 主基督 就是我们共同的主人 同时告诉我们 我们生活 不仅仅活在那个看得见的人面前的 是活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 那你面对主耶稣基督就在这当中 你怎么来生活 那我们都是一样啊 主基督在我们当中 我们是仆人啊 所以在这个经文前后 保罗说 他也是做仆人的 所以我们要用这样的心态 来做事情 这样的心态 来服侍人 借着服侍人来服侍神 来真正侍奉的对象 那是主 所以要讨主喜悦 为主而做得主赏赐呀 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 我们解释一下 都要从心里做 这个心里原意是 你全心全意啊 他和马可福音那边说 你要全心全心全意 全力爱住你的神 那个全意是用的同一个词 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 也是全心全意的 因为我们在侍奉神耶 因为你们知道 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 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世上的仆人服侍地上的主人 不过是被当作劳动的工具吗 他有没有可能成为 那个产业合法继承人 有没有可能 不可能嘛 那样指望你就是痴心梦想了 但是然而这地方告诉我们 基督徒所侍奉的是天上的基督 是宇宙万物的主基督 虽然我们是仆人的身份 但是主基督却看我们为 那个继承人 光明继业的继承人 圣经告诉我们说 你们在光明中得基业 主基督是 看我们是基业的继承人 有继承权的是儿子才有 那这一切是因为 基督神是神的爱子 所以神把我们迁到 祂爱子的国度里面 我们因着基督是神的爱子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我们进到祂 光明的基业 永恒的基业 光明的国度里面 这个就是真正的赏赐了 那行不义的 必受不义的 报应 主并不偏待人 我们先想一想 世上我们怎么对待人 财富多一点 你高看他两眼 地位高一点 你尊敬他三分 这就是人了 这本身就是不公不平 基督不偏待人 不会因为我们在地上的身份 角色不同 区别对待 主基督以恩典对待我们 是 让我们 在这个恩典中 要行出恩典 要照着主的吩咐来行 照着祂的心意行 所以人如果 不忠心 不愿意照着主的吩咐行 就是不义 主必见察 那我们在主所托付的事情上 在这个群体当中 要忠心 是要把我们生活的全部 这个托付是家庭 是你工作场所 是教会 聚会场所 是你的小组 是你在主日学当中 我们把生活的全部 当作主的托付 为主而活 要做一个良善中心的仆人 照着主的心意行 这是我们的主题思想 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都是侍奉主基督 要照主基督的心意来行 当然讲了要应用 我们有两点应用 在讲两点的应用之前 我先给大家讲个故事 讲故事可能 大家马上就 哦 打起精神了 在台湾的新竹 有一个诚信的男子 到法院提出离婚 理由是结婚25年来 妻子动不动 就引用圣经经文 训斥丈夫 即便在法庭上面 妻子也不断引用经文 指控丈夫 使二人撒谎 法官判决 离婚理由成立 弟兄姐妹 确计 我再说一遍 弟兄姐妹 确计 圣经经文的吩咐 是向我们说的 是我们自己要遵行 不是要拿经文来要求对方 无论对方信不信主 你都不能拿经文要求对方 神要的是我们做好 我们的责任成为见证 不是让我们当审判官 用圣经来衡量对方 当标准来要求对方 不是 切记 还有一点值得提醒的 当我们遵行主的吩咐 我们做好了 对方与我们的关系 是不是一定会改变 是不是 不一定呀 如果你的期待是说 你做好了 对方就会照着你 希望的那样的对你 你恐怕会陷入失望 记住一件事情 遵行主的吩咐 是我们的本分 如果你指望是对方 你把一切的美好 寄托在对方身上 是无法成就的 弟兄姐妹 我们不是在地上 建立完美的婚姻 也不是在地上 建立完美的社会制度 这个在地上 是做不到的 我们是行在主的道中 见证主的道 见证主的国 我们的指望是在乎主 主的恩典够用 主的平安喜乐 就是我们在患难中的帮助 就是我们在患难中的安慰 你我有了 从主来的平安喜乐 存到永恒的盼望 这已经是最大的祝福了 你还期待什么 恩上加恩 那个在乎与神 我们做 我们当做的 接着我们讲具体的应用 明白你的角色 最近我读到一段文字 我很赞同 这个文字这么说的 权力不是争取来的 你能放下的权力 才是你的 权力不是争取来的 你能放下的权力 才是你的 世上都争权独立的 争权 夺利 包括在家庭里面 都想争 争什么 谁说了算吗 是不是 没人回答吗 好像你们都不争啊 那我就不讲了 我们都是希望自己说了算 其实许多的冲突不和睦 哪一个不是我们不肯放下 自己的权力的 哎呀当基督徒 当门徒们要争谁 当老大的时候 主耶稣是这样教导的 说你们里头伟大的 道要像年幼的 为首领的道要像服侍人的 所以在家里 在工作场所 在教会 若我们时时懂得放下 自己的权力 为对方着想 这就是活出基督的生命 这就是侍奉主了 要明白自己的角色 我想再加一句 更要明白自己的功课 十字架的功课 是每一天的 彼此的顺服 彼此的相爱 是自己的功课 不是对方 虽然是彼此 是每一天的功课 靠主 更心靠主的力量 第二个 我们说甘心为主去活 再讲一个故事 有一个年轻的男子 他因为骗人 在老家就混不下去了 怕对方追杀他 怎么办 就出走 我们现在说叫移民 到了新的地方 新的国家 哇 勤奋劳动 前后二十年 结婚甚至 拥有了许多的财富 手底下还有一些 忠心的跟班 对于妻子来说 这个老公是个聪明 勤劳得还爱家呢 对于孩子来说 父亲是个好榜样 七早贪黑的 对手下来说 老板还不错嘛 但考验来了 这个人做了个异梦 在梦中 神让他回到家乡去生活 他很机灵 他想到当初被骗的一个人 怎么办 他就让一些人 先行送一些礼物 消消气 在他快要进入 家乡地盘的时候 他听到 对方带着一大群人来了 他害怕极了 生死有关 有生命的危险 怎么办 谁去冒这个生命危险 要死就让仆人去死吧 孩子去死也行 最后老婆去死也行 自己在后面压阵 关键时候还是自己最重要 这么自私的人 你要不要给他做妻子 要不要 没人说话 是要又不要 要不要给他做孩子 要不要做他的手下 哎呀 我想人有的时候 不会想到自己这么自私的 除非事情来了 其实 弟兄姐妹 你我不比他好到哪里去 在人看 这是人性 无药可救 但是神若出手 那就不一样了 这个人 你我都熟悉嘛 圣经的故事 雅各嘛 当神向他显现 与神 摔跤 哎 看起来 这个局面很胶着 不分胜负 什么叫胶着 就是不分胜负 其实当你我不降服神的时候 就好像很胶着 不分胜负 但是 当神伸手摸了他一下 他就瘸了呀 他就这样子瘸了 他瘸了 他就明白了 他靠自己 根本没有办法 面对任何的挑战 要靠神 后面的故事 很精彩 第二天 他站在队伍的前面 哎呀 老婆孩子都到后面去了 你看 他站在队伍的前面 面对生命的危险 有了神 爱人舍己 胜过自己的性命 就做得到 而且是甘心去做 一个人完全信靠神 才能做得到 弟兄姐妹 所以你和我 如果我们真的指望自己 或者他人 能照着主的吩咐来行 除非 先让神破碎我们自私的心 真正完全地信靠神 交托神 你指望祂对你好 你先要指望祂 信神爱神啊 祂不信神爱神 祂对你好 即便祂对你好 紧要关头就变了 神才是可靠的 因为神可以改变生命 神继续在改变 你我的生命 你和我愿不愿意 这个是你和我都要回答的 唯有完全信靠神 唯有真正的爱神 我们才能够 照着神的吩咐心 放下自己权利 舍己 你如果真愿意 你要有感动 没有感动的不要做 你起立跟我一起祷告 爱我们的主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我们真的 明白我们是多么的自私 我们其实想要的就是 我说了算 我们常常看到别人的缺点 我们根本没看到 自己眼中有良母 主啊我们的良母就是 因着自己自私的心 自大的心 骄傲的心 看不见 主啊你来破碎我们 更新我们 我们真知道 十字架的功课是每一天的 唯有你可以更新我们的生命 唯有我们把生命完全交在你的手中 我们经历你的更新 我们就成为你爱的见证恩典的出口 我们站立在你面前 你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的心 你检查每一个人的心 真正愿意地照着他的愿意 你丰丰富富地来充满他 你赐给他信心和力量 从此他愿意为他人着想 是因为主他愿意为你而活 主我们愿意 求你 建策 求你更新 求你悦纳 愿你的心意成就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阿们 阿们 贵